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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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詢問有沒有故事講什麼 有沒有故事講 股票 講股票 講股票不講 繼續要再講那個 那個 永恆電影那些情關 年輕人處理感情 不是很大問題 很多問題要講 局部都說有問題 問題在哪裏呢 大家很多朋友看了永恆電影 反應 解釋了可以離開 但再要補充生日 我們舉例 每一個人都很公平的 來這個世界 在正常之下 當你有九十歲 你突然間意外死 或者 無緣無故死 那些不算 正常大家當你有九十歲 這個宇宙都很公平 也就是說你有九十年時間 給你用 但是二十年 總常你到現在 都免費九年教育 十二年教育免費的 你去到讀大學 你二十二歲前 都不是你自己的 你所能夠控制 用到的時間 都是有限的 如果你在讀書時期 十七八歲 你掛著去談戀愛 你掛著去談戀愛 拍拖 即是你將那個 投資的 那個時間這麼重要 你沒有投資在正面的地方 你掛著拍拖 談戀愛 你搞到讀書就讀不成 你第一陣的階段 你第一陣的階段 頭一陣的三十年 九十歲命 頭一個三十年 你有幾年時間 你會想要拍拖 談戀愛 會想要拍不成業 或影響學業 能不能動 這是最大的錯門 即是能沒有善用 那個 上帝給你的時間 在猶太教的時間是比金錢更重要 大家很公平 比如說我出生不好 或者家裡沒有錢沒有性 這個不要說 但時間比你大家都平等的 你怎麼用它 你沒有用得在正常地方 所以很多人犯你的錯誤 所以這個是致命傷 比如你十七八歲 讀中學 談戀愛 學員不好 讀不到大學 因為社會大學不是真的一定要讀 但這個社會遊戲規則 你讀大學出來 你就再給自己 你都在這個生活基礎有保障 尤其是你讀了科專業 你連那個基礎也沒有保障 你又不是家裡附屬 那你就輸的機會大 好 接著你這麼年輕談戀愛 你把時間浪費完之後 浪費完之後就沒事了 我有守眉 有守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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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讀完中學出來 打一份普通的工 當你萬松一點蚊 那個女朋友找一萬八千 然後有寶寶仔 那你就差不多收工了 那麼多人就開始收工了 是啊 就是說你去 design 你自己的人生 第一步 你一落手就錯了 就是你把最重要的投資在學業的時間 你是沒有做到投資 是浪費了的 所以現在就給我解釋一些年輕人 或者你聽到 或者你都交給你下一輩 不可以創作第一個三十年 但是有些女生到現在都有這樣的心態 我們要做一個好老婆 最大的宏怨就是 他不會覺得有些人的而且課會說的 他不覺得有事業 諸如此類是很重要的事 總之穩穩定定 平平淡淡 三個兒子來湊一下 很高興的 但是你明淡淡 穩定定 都有穩定的條件 你連那個穩定條件都創造不了 是不是 又未知 不過問一下問一下 是啊 那你都創造不了 那你生了一個兒子之後 那個社會現在的價值都不同 那你壓迫不起 那你會犯的 這個是屬於比較不成熟的想法 他們會這樣 所以說在頭三十年你讀書之前 你真的用足精神去讀書之後 學一些藝術 學技能這些真的很重要 你一定要解決問題 就算阿批說 就算你有家底的人 有家底的人 你不保證你的家底不會失敗那一天 因為社會太多衝擊了 所以你們有自己的本錢很重要 如果過三十都不能結婚呢 不會 那你就二十七百歲讀不輸 有個工作基礎 那你就大家都可以有數計 那就是中學時期不要談多久了 好了 到你結婚之後更加又不可以搞談戀愛 有些人自作 沒有公投 不是 你自作多情又死 真是埋不到尾的 很多真是甩頭甩骨的家庭 哇 搞婚外情不好了吧 不是 真的甩頭甩骨的 不是 你搞人家都搞得聰明 你都搞得滿了龍 但那些是很特殊的過往 很有經驗 不要說了吧 Dr.你 不是 不是這樣計 我們 你普羅大眾 你在一個細程度裡 多數人 他不是一定解決到問題的 還有一件事是很奢侈的 不是立場人說得的 那個情關你真的不是立場人去搞的 像你永恆那些電影 那麽多悲劇就好像沒有單好 為什麽我們有時候說 我講酒色才氣 有些人說 講得那麼粗俗 又講粗口 又教人溝女又怎樣 我們就教你溝女 如果你搞得妻離子散 你不如就在我五保健 橄欖丹丹 是吧 你不讓我五保健 你不讓我知道都會發露V的 你可以不讓她知道 你不會特地說我真的在我五保健 第一要點都是不要讓老婆知道 你不必要讓她知道 是吧 赤補的 這女人很聰明的 你不必要讓她知道 但最好就是 舉個例子 你真的避無可避的 你真是自己一個野性的 或者一個太太有身避的 你就去到我五保健 但那些人真的要有個守則 真是水流花借兩無情 是吧 千萬不要受傷 是啊 最好就聰明一點 起幾個英文名 起幾個假的英文名 阿John阿姐 David Simon 在街上見到你 都叫錯名 你婆婆都不生氣 都不是叫你 有的我都有七個英文名的 是啊 我去獨骨有一個英文名 去的煙花地有一個英文名 去的夜總圍有一個英文名 就是說你一叫我 我就知道在哪個場所認識你了 是不是 你世間要保護自己 你自己不懂得保護自己 你怎麼保護人呢 這個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有責任保護你的家庭的完整 這個很重要的 好 到你三十歲後 如果你再時間 你又再浪費呢 你又行人止暴了 你的成就很小的 你為了做個專業人士 那麼小說晚歸 每個月賺多少錢的英勤 你又數計到 所以你計席又要不停學習 一定要不停給自己 是不是 沒有人說坐在那兒等運到 好了 你要擴大你的社交圈子 你一出來的時候 要做事 如果你沒有社交圈子 你就寸步難行 我們在一個群體社會 都要有個人際關係 很多事情都要互相幫助 互相照應 這個就要有所部署的 好 到你第二個三十年 是你人生的創業的高峰 那你又要知道很多 很多在生活上的衝擊 怎樣化解 那我就要看我們那個印度電影 越早看越好 因為那十幾二十套的印度電影 你看完 你看完就等於你在大學上了 一課一課那些哲學課 因為你要讀書業的時間 你跟別人相處 對價值的得失 很多取捨不同 運到電影會教到你 怎樣維繫那個家庭的倫理關係 你看我們那個黑社會 黑幫大哥再出幾部電影 聽見老爸的名字 都站起來 都沒見到老爸的樣子 就是那個尊重 但現在我們社會缺乏這件事 學校沒有教你這件事 是吧 追女生也沒有教你 追男生也沒有教你 追到回來怎樣埋味也沒有教你 那你全國一生人在這裏 你就一事無成 這些很難教 追兒子追兒子追女生 因為他老師都不行 現在你搞到那些 中國更混蛋 經常看新聞 那些校長不關飛帝的小妹妹的樣子 你捨不捨 這個不是社會 所以這件事真的要講的 有什麼問題 第一件當然是新鮮滾熱 支聯會那邊 腰斬六四圍院活動 這件事怎麼看呢 多達 他們的水平是用這個方法完美 他沒有想到 因為我做主持人 那六四個馬 立刻宣佈 長者小朋友可以散場 如果有興趣的 我們現在不在這裏聚會了 跟著就走去 立刻走去中年版 慢慢的聲音 或者坐車走去中年版 你不用超過三十人 有幾十人去 不用申請 不超過三十人 是不擔遮的 搭著走去的 那就好 留下在維園那些 有些人最好是不擔遮的 搭了一個多小時 是不 狂風暴雨下的活動 多震撼 看到人的心力在哪裏 他用這麽好的電視 他們都不懂得來用 吹雞收檔 走過場 但他們那些是借個招牌來搞事的 是 你想回頭 我們不是抵毀人 當年你帶頭搞這個運動出來的 柴苓女士怎樣說 我現在信了主 你們全部敷術殺人 哇 那跟著那些人就是混蛋 現在 當年你帶頭搞出來的 屋四文 我上了我 所以是搞笑 你不要搞我 是啊 這個前排字 這個真的很搞笑 看到又很不堪 你看到李卓仁那些黑衣 整班那些假民主棍 利用這些東西去搞 但是紀念應該的 但是他們不懂得給壓力 中央政府也都是老土 你都簡單 你自己中央政府 你中國共產黨 有錯你就認 有打你就站定 走出來宣佈 沒有啦 因為當日我們國家未完善的 又沒有防暴警察 又沒有防暴的 那個國際規矩的工具都沒有 那些軍隊就 出了軍隊之後 就有一個很大的錯誤 就是我們檢討 承認這個錯誤 就是軍隊是不可以來 去屠殺這些老百姓的 我先講政治問題 就是我的行政都失當 那曾經死了就都差了數 共產黨最差的就是爛人 就找些人爛 找個死人爛 找個死人爛 找些死了的不是他們的主義 那你還有一個方法 你共產黨可以做的 如果你有錢 那你以為共產黨大頭 將你組織一些民間 當日有些人失蹤 死亡了的 跟著入稟法院訴訟 你既然承認了軍隊 那個失職的 不應該開槍開錯槍 那當日有些人受傷 有什麼損失 就賠錢咯 你政府大頭 偉偉偉偉 做一件好事咯 早些人去入稟告政府 那個人賠錢 那就斷了一件事咯 就是你做一個領導 一個這麼大的國家的黨 沒有得逃避的問題 你找什麼藉口 找什麼搞 你都沒有得逃避 軍隊就不可以開槍 防暴警察呢 就可以考慮了 但你都有整個程序很嚴格的 根據國際那個打暴動的方法 是吧 就是樣樣的條件充足了 你才開始怕條件充足 就算現在香港會開胡椒噴霧 都有守則的 物理會聯刺不噴的 就是去到什麼情況之下噴的 就是守則的 在國際社會人家 那你作為當家 作主一個管治地方的政權 你都要維持社會的秩序和穩定 在必要時可以取出一個合法的武力行動 你不是說你搞自由民主 什麼差事 打個招牌出去就太曬了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那些被影響了那些人民 那些民主要去哪裏 沒錯 只是你要民主人家補 不是 你躺在馬路中心的話 那你其他人怎麼辦 所以他們 有一天 你看到我們中國人處理的政治智慧 是很頑皮的 很頑皮的很頑皮的 就是我們中國文化的那個民權思想的霸道 什麼 我拿了我說是 但他不明白 你這種霸道 是不是用在這個領域上的 你霸道要來對付自己 要自己落臉 自己落臉 沒有所有的 這個才是最大的勇氣 但他們沒有這樣的 空襟和思維的共產黨 有段時間去學 由古到今都等一個臉婆 一段時間去學 有段時間去學 有幾多個 每人從歷史回來 只有一些 review 有研究 有研究 如何學 借照這個招牌搞政治運動 那班种比如誰 那班人動作水平 高通報又呢 不懂得ctica 全部不擔心 站在這裏 你們有個人擔心 他們擔心 他們不是擔心 他們站在這裏 再 ask 自己看醫生 無語 數不夠30人的 又粗去中年版又站在那裏 他們沒那麼聰明的 他們不會拿那些露營燈仔 不是 沒那麼聰明的 就算你拿那些燈仔 那個電鍋燈仔 不是一樣是有那些燭光碼會 我怎麼做都可以的 是不是 你拿手機出來 按張光的按鈕 也有光 挺好看的 更多改了手機 都挺熱賴的場面 是不是 不可以的 他們那些搞民民那樣 各自抽水 你叫你唱人之後臨雨 採你都傻了 是呀 那些垃圾來的 那時候他六千萬元到一億 回到上面 不知道拿多少錢上去 後來他筆錢都不料料次 因為是一幫乞丐來的 我不是說人家傻不清 這些不關我們事 慢慢的 總國政府一出來 傻的東西就沒有了 這個 比較和我們大家都有關係的東西 就是這個醫療保險 政府那邊應該是怎樣處理的 最近有新聞講完他的醫療保險 有些什麼治療的醫療保險 政府不包含套餐是怎樣的 醫療保險的制度後面沒有什麼人講過 醫療保險帶來 表面就是令到一些人 好像看病 有保障 但背後有一個很大的危機 大家可以探討一下 根據我搜集的資料 做過一個調查在市場 有些人如果沒有買醫療保險是不用死的 有買保險才無緣無故死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大媽 買了保險死 是啊 有買醫療保險死 如果我沒有買就不用死的 舉個例子 譬如說我有病 因為我有買保險 譬如我買了在十幾二十萬以內的 我看醫生 我不用錢 是嗎 看電梳 好了 我找到醫生去看的時候 在我觀念上就是看電梳的 我說你做醫生呢 就帶我從一輪花園 延密延密延密 延密延密搞亂的 很多東西是驗的 驗完之後又要走去 又要看 又要覆診 又要成 又要拿醫生報告 又搞一輪轉來驗去 驗了步驗 再驗了 別的詳細些 又驗入 然後到最後 整招就叫他 一定不拋你 扔你 整個磁力共振 驗一驗 一路素描 搞多些東西 又驗光 又要到處驗 那你起碼 驗了幾萬元 都是CANY 索的 那你那時候就任去沒有 因為你好像表面性作素 不用錢 好了 但是後來他的危險在哪裡呢 他在某些症 因為他西醫的衣術 他退抗性治療 做手術 很年輕 叫你用菠蘿蓋 傷個菠蘿蓋 他們沒有醫術的嘛 如果 因為我有現疏 做手術多少錢 擱了一個樓仔 粉樓什麼成 或者什麼良性的樓都擱了去 他講些說話 無論如何 你不擱 可能他會有惡性 麻煩你就擱了 因為你有現疏賣 又是有現疏給錢 那你潛意識 你一怕死 你就不會抗衡的 因為你不用錢 你不會抗衡的 那時候如果我沒有錢 哇 十幾萬啊 沒錢嘛 沒錢沒得做 沒得做 唯有到處問人 什麼山草藥譜 什麼中醫 什麼警察醫生 到處碰一下碰一下 碰到一個 或者什麼治療化 某類療化 或者一些偏方 那你就吃好了 做手術那個人 扭街了 他割了不代表好了 病原 他沒有治療過病原 那還留著病根在那裡 他再走回頭 一擴散 那就收工了 就是說你會有保隱膜 你會死的 你就疏忽了 你大安子義 又貪心 哇 我看西醫不用錢 我看中醫要錢 大佬 就死了 我說此其一 此其二呢 因為他用這樣的醫療保險 一樣樣的營養錢 所以現在你看到我們的社會 為什麼在政府醫院 連現身都要排幾個月 普通的事情都排這麼久呢 不過你有權懷疑你政府的人 那些醫生是維護你那個行業的利益的 經常叫你出外面的驗險 你是自己驗身的 那你想快點 我出現私家醫院驗吧 是啊 所以現在你開很多這種化驗所 全部的醫生是蚊性的 這麼貴租 搞來搞去 是吧 就是說你是一個醫療的陷阱來的 你走進去那一檔 大哥 中醫飽飽就行了 要不需要驗這麼多東西啊 驗來驗去 是不是呢 我們剛剛 剛剛組的這個人 哪有這麼多東西驗的 看著走路就知道 腳有事被他拉著一條根 那些刺都接不到 那些氣不到 那些根有事怎麼接呢 驗不到 好吧 所以這個世界就是很大件事的 因為它 現在你美國的經濟出事 就在醫療保護上出事的嘛 因為有筆大錢擺在那裡 就亂差這麼搞的 可以無來無去的 那就角出其謀 是吧 因為那個本制度的人 那些人就拿出來 就掛牌做醫生 所以政府的醫生人手就不夠了 好吧 現在你說被人開放進來 那些醫生不夠政府醫院 那你那些這樣的醫生團體 就混蛋了 叫人要考廣東話試 那些武器 就是了差不搞的嘛 那你讀醫學的時候 是下午英文來的嘛 那你找一個護士 知道廣東話就搞定了 其實那些全部是保護自己的利益的 整個醫療制度是失控的 還有每個人在那裡 一年你想想給錢 幾百億的 還要放進去資源 是全部錯了 全部錯了 他真的要 就算你 你 你 你開放 那你香港 你真的搞不定 你很簡單 你整個醫療是這樣 判了給台灣做 沒事的 台灣跟你搞完演習 台灣拍完醫生 跟你設計完醫院 全部搞定 因為全亞洲最好的 模式的醫療就是台灣 你經常說 你經常說 中港大團結 就是找台灣來的 有很多人才 是不是 整批二十招怎麼可以呢 你不要打爛人飯碗才行的 他就是那些醫生很聰明的 他就是搞移民 他就是搞三仔 又搞別樣 又搞美容 又搞美容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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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醫生就回大陸開檔 他們都給了台灣做電 他們都很開心 他們都很開心 幫忙 那些醫療系統 整個醫療系統 都給你搞定 他有經驗 全亞洲最好的醫療制度 這個 服務 還有什麼問題 講開醫療服務問題 政府醫院 建議那些月入一萬元的人 都會去服用那些五萬元的藥 我理會你死人 想樓賺多少錢 五萬多元 蘋果報紙不買 五萬多元的藥 怎麼搞啊 有標靶藥 是 他那些人很諷刺 是 明知窮等人家 一萬多元 他叫你一個月 介紹你去買那些東西 介紹你的五萬多元 二十五萬多元 他包真的治得好 熬著 有些人更傻 搞什麼無差差的 無厘頭的靈知 什麼的 最貴的靈知 我看了報紙這段 搞了二十幾萬多 他怎麼窮 老公賺一萬多元 一個月 有個以前說 有得救了你 五萬七元一個月 一劑一個月 一劑一個月 一劑一個劑 講過廢話 一劑 沒有 我都說你醫管局 買藥物 這幫不家產 那天有些人問我 郭先生你講 字幕這麼差 多粗口 你聽我二十二年前 在文化中心的演講 有沒有粗口講過 有劇情需要 對著這幫不家產 你不講粗口 如果上帝批准授權 我開槍 又打這幫不家 打 我馬上開槍 告訴你 我沒有上帝授權 如果上帝授權 給我有這個權力 可以對這幫殘神開槍 開槍 我定時開槍 如果還有法律授權 給我 可以執行那個法律 一定用到去盡 要打靶 就是打靶 要中心監禁 中心監禁 講粗口 一上頭 講著這幫不家產 在香港 包括那些人政棍議員 是嗎 你找那個人 上帝授權 上帝授權 給某人開槍 我馬上開槍 不要講粗口 你聽我二十多年前的演講 在文化中心 有沒有講粗口的 所以有很多人喜歡我講粗口 你巴不巴差少 英文媽厲害一點 他媽多兩下 入我掃 是嗎 還有要提醒大家 我現在這些酒飾財氣節目 這些那麼操作時評 這些是根據劇情需要的 你想聽一些 自由淡定 聲線蚊油那些人 那些人去教堂 那些教會 那些教會 那些佛堂念經 就不要開麥克風 聽那些話 不適合這些人聽的 我們 是不是 沒有人抓你來聽 大哥 是不是 又不適合你聽的 這樣的確有些醫生很無品 走去偽造病人 多勞人騙藥都敢死 那些人很少了 那些人都定了一個 很多很多你計不到 即這個是手段低 很多很多很多 有些人就串謀了 給多些貴藥人 人家寫假病紙 有個個 賣假病假紙 有個個 還有寫些 被人拿些藥 那些人拿多些藥 又去藥房 用奶粉 用奶粉 可以賣奶粉 沒有 沒有 現在整個 在醫療行業 是有小部份 上年紀的 是有醫德的 因為現在你很多新出來的 社會壓力這麼大 你走去又要去 就算去政府醫院做 或者去香港大學馬 你應該這樣做 做到你新方方的 是不是 這個就是你回歸後董建華 搞這些垃圾文化出來的 那些行政改革改成這樣 最早就是英國人搞出來的 醫管局 1984年搞出來的 中英回談之後 84年後 應該是187年左右 188年左右就有醫管局 英國人離開 怎會搞好東西給你 這個就是一個社會最大的毒樓來的 商好社會的金錢最厲害 你家人有一個人病了 整家你都不開心 不見錢不成 那個沒有鬥志的 拖到你窮為止 拖到你死為止 你要買一層樓的 你病搞到你 所以你中央政府 集首你的大哥 是不是 你中央政府 責任保護你的子民的 還有政府是 寄到那些醫療都還沒搞得好 不是 他國內搞不得了 你先搞不得了 但是你中央政府 有責任去揭露這些客幕出來 你逼香港政府要改革 整個醫療制度要改革 我只是說你工年會樓下 這麼差很多診所 你不擴大多些 找你那些左派集團 那些中資集團 捐錢出來買多些現身機 那些餘器放在那裡 這麼多退休醫生 是不是 這些就要做 影響民生最大的 病就是 有什麼問題 嗯 又是上次都基本上 都問過類似的問題 又是問一下 梁振英熬得多久 熬得多久 是啊 是 沒有很快 沒有很快 就痛一下頭痛一下 諸如此類 他不是很懂得埋味的人 他和他是逃避責任的人 現在是潮流文化 他不是一個有戲拍的人 就是 就是 我們看看一下都很失望 就是 講多個做 任何都講研究 找顧問公司 就死定了 有很多事情 不需要找顧問公司 搞部 環處搞部 中央街市都說 找顧問公司研究 調冷氣 就收工 不用了 現在已經爆了出來 中央冷氣那邊的系統 骯髒到病菌含量超高 不用研究了 傻傻地 已經不用研究了 香港銷那個虛號很厲害 他搞了很多顧問團體 顧問公司 大家唯威唯 就特意拿些東西 去判外出給別人做 又拿錢又行 顧問公司自說 差不多都是common sense 那時候 你香港 你梁振興有幾件得證做到 他就可以捱下去 第一件 立刻要拉閘 所有你 有通人證來香港的 起碼你拉一半先 減低一半人數 不用香港人本之話 或者你全部取消了 你要拿回香港那個審批權 進來香港的定居的人 那我就選一些優質的人才 我選一些有成就的 有學歷的人 來香港移民 你不是說阿貓阿狗那些 你都給他進來 沒有染雞籠 是沒有的 澳門都有的 澳門都有審批權 你一定要拿 香港要每天輸入的 你梁振興呢 你有氣魄的 我們市民支持你的 你不是說拒絕他不行 但你有審批權 我要選的 我會選的 你中央政府 你中央政府要配合 如果你不想香港六層 你中央政府就不要想錯 你聽下面那些人統戰報 那些人就是殘神 我們求人多些人來 就搞中票了 在1997年就可以搞中票了 那就是混蛋了 這時候我的觀念錯誤 拉低你的水平 是啊 這個全部錯誤 這個是大家去搞 搞政治搞到 就害死社會 第一件事 他要抓襲 他要拿回審批權 第二件事 他真的上次我講 他要殺人 你現在請他那些殘神 他要殺的 他真的要三副草勞 找些聰明的人出來幫忙 他就要體當 還有要改 要剩下那些局長的層面去 呼籲公務員 就不可以找些局長 不可以找些外人去做局長 他不是那一行的 你看過那個車他們想什麼 叫做港人港地 頭都多差貴 你起個名字都很壞 港人港地 跟著是藏人藏地 疆人疆地 蒙人蒙地 蒙人蒙地 你現在都搞獨立 傻的 那些人 起的口號很壞的 什麽說那麼差多東西 總之我們的地 就是屬於哪類地 是港人有錢買的 要付一支價 你不用起個名號出來 因為他們不懂得起名字 就是你都不是那個科 你起個 就緊以現在 你資源會 他搞獨立的 又起個口號出來 說愛國愛民 那麽又是仆街 那麽又被人罵到仆街 收了工 我們現在個個都要想個口號出來的 現在叫港人港地 去賣藥 那些班人 沒有 哪個共產的口號 好像共產黨年代 是啊 好香港 我學賣壞的東西 做共產黨 好共產黨 那是這樣的說法 那天我問過這些人 我說你回歸後 香港人哪裏感覺多了一種福氣 你不知道的呢 你知道嗎 以前沒有的 那種福氣 回歸後多了 那些福氣 是啊 特色來的 多了福氣 多了福氣 以前沒有這種福氣 英國人那時代沒有的 你現在回歸後 又多了一種很明顯的福氣給你們 享受 想到一個大貓 又說觀察社會 喂 我從來沒有說到我在這裡觀察社會 那你都要觀察著的嘛 有什麼 有什麼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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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廢氣多了很多 香港 福氣是福氣 耳福啊 他們打開心機 都聽到很多好東西的 那些不算 平時會這麼好 中國好 香港好 多了耳福 那些 一打開電視機 就很多好話聽的了 那些不是 那些不是 那些不是人民服務 愛國愛港 那些不是廢氣來的嗎 耳福啊 那些耳福 好聽啊 好聽說話 多了耳福 很多好話聽的 是嗎 是不是很多好話聽的 啊 但是 一般人 一般人 全世界最好耳福 就是中國大陸了 天天都聽到領導人說好話的 報喜不報憂啊 好話多嘛 胡鬼學 香港人多了一種耳福享受 天天一扭一段視機 各特首都是 很多耳福的 各位為民請明白的 你看立法會開會 就是 哇 應該你們很富貴的 這麼多人為你們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諷刺的 大家都沒有認真地去 但是 梁振英還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他除了要慘了那些局長 現在那些局長全都會去執位的 那些專業的人士都會去坐那個位 你一定要在行才行 你做個陳茂波做發展局長 那你沒有運行 不客見的 不客見的 他自己都搞不成 他就在韓國考察教育 你不是搞笑的 是 韓國的事情你做到嗎 你一個人或者搞油貨 浪費錢的 當然要去考察的 不考就哪有得拆呢 這幫人呢 就全部都穿香港人的軌道 你很簡單的嘛 你立法堂還有一件事做呢 你梁振英又可以做的 凡是新移民下來香港的人 不管你住本七年或者是不夠七年 一犯犯就麻煩你回去中國坐牢 不可以在一起浪費米飯 八千元個月大佬 有這些是不合奸犯 不可以在一起浪費米飯 是嗎 你居港本七年 我都要扶你回去住 香港出省的不用 那你去新疆啊 內蒙啊 拿一塊地 拿來的監獄擴大 但你找回香港人管理 就用回裡面 只要一千元夠了 那就把那些漂亮的監房的地 都拿出來 大把土地用 又要做的 不如做個節目吧 做個節目 將來說 假如你是特首 怎樣做 我給你一些辦法 就是你了 好多事做的 好多事做的 好多事做到的 你所有做一件事 你說你那個扶貧 或者窮人不夠 那現在你金融市場 那些這樣的牛熊證 旗子 賭旗子 那些要抽稅 大佬 現在早應該要 入來賭錢 不用這些抽稅 對 財政司 就沒有興了 你走去賭場 打馬仔都要 你買旗子 沽旗子 都不抽幾水 是嗎 對 絕對要 是嗎 是嗎 那些紅酒 要抽稅 為何不抽稅 在香港你都要抽水的 你為何沒有抽水 對 要抽稅的 做妝的 不抽水 全世界都沒聽見過 對 要抽水的 你到的衍生工具要抽水 與其是搞什麼消費稅 什麼什麼 你抽這裡 已經搞什麼都沒有 什麼鬼都夠了 另外他就要 重要 他要盡快推行政改的問題 因為你香港一天 你不解決這個社會潮流 你不搞政改 不得公平 你選擇 因為你不要玩民主 你中央政府 就落命令 我們不玩了 我們玩不起的 認衰 我們都要走回委任制 全部立法會議員 行政議員 我們全部一概委任的 沒有糧出的 又可以的 但是要考試 你要考完試才可以委任你 那你什麼都不懂 那你怎麼可以做議員 要公開一個考試 之後你入到委 考了那個試 你才有權做 所以委任你做議員 都可以的 因為他不 如果不是 你不打回那個 正式的民主選舉 那個公正的話 你哪個做特首會死的 你這些維威出來 要不然民主選舉 在國際上 只有兩個條件 你要做到 你才穩定社會 第一 你很公正言明 令到所有的民間 對你有信心 但是你本身 你梁振興先生 是不公正的 自己 一搞錢片 就被人抓住你 接著把柴子來埋班 已經不公正 接著你那些柴子 不聽話又出事 又沒有我會做事 那你就死定了 第二 除了你這個道德公正之外 你還要有能力 又可以 如果你說你的道德不好 就在哈蘭頓 追女兒 搞食雪卡 人家沒事的 沒有時間 經濟好嘛 就是你厲害嘛 有能力 局部有運指採 就是你事但有樣 因為你很強的能力 所以希特拉也有人支持他的 就是毛澤東當年有人支持他一樣的共產黨 我打低那幫人家生有錢 都分成分地 有錢分 就有人支持你 那就穩定了 就是你有能力的 因為你有能力 你可以穩定 就是你不是民主選出來的政權 因為你的道德是很公正的 還有有道德的人 就是不是說弄這些 那些什麼張鎮 那些沒有道德的人 就是混蛋 那些是老千門 整個局面就是一個老千局 就是天仙局 找些人做些假證件 假性 假戶口 想做大那個交易 做一檔東西在那裡 看看有沒有辦法 找些大陸人回到大陸 找些人來賭錢 賭期貨 賭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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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即是說你兩樣條件 你才可以穩定這個社會 但是你兩樣都沒有 又沒有能力 又沒有道德 又不依照公正的遊戲規則來玩 社會就亂了 亂著的 那一旦你沒有能力 沒有道德 沒有遊戲規則 唯一你還可以穩定 就說我簡直就是民主選舉 你選差了 又出來這麼混蛋 你就有機會掃他下台 你那時候就想 如果是牙利紀念 不用吵那麼多 我第二個就要穩定 所以穩定的來源 都有這幾個方面 所以梁先生 你真的要賜一息做個特首 你要解釋給爺爺聽 共產黨不明白 講過民主選舉 台灣那邊阿餅自殺 這個呢 有時候一般人想不到的 因為你 在這些這樣的封建 皇朝社會轉型 民主選舉之後 他們有一件事沒有做的 他們台灣也想不到的 到這些環境 一定要有特赦的 要特赦成縮短的 那不就找阿水做總統 不介紹 緊就歪斜的 大哥 怎麼會沒有歪斜 刨到正都沒有木 你拿一塊木 你刨正給我看看 四元八元 你刨正給我 找一塊尼米卡來卡 會一樣這麼平均的 你刨到四邊正 那塊木沒有叉了 一碗水 倒在第二碗倒 都不是一碗 是不是 所以人家設計 為什麼這麼多美國總統 這麼多人 在俄羅斯周圍 這麼多總統 都要走個特赦令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他們未成熟的 你急時跟著 但是你可以 叫陳水扁先發這份 你應成 再不參與任何政治活動 什麼事情 放你出來 有條件的 那就是特赦他 是不是 這個要的 如果你民主社會 你沒有這個總統 不特赦的總統 就不行了 誰去做 有時候被馬仔類 有時候都不知道 很多東西黏了上身 是不是 有時候很多東西 都不能說出來 我相信 那邊 他說那些公關洗費 他真的有部分 他真的用了台底外交 不出聲 大佬 你這麼說 中美洲 南美洲國家 你說我跟你台灣 埋領 我們 他有些錢 就不是給政府的 那些國家 總統私底下 都要給的 那些怎麼開得到數 難道他出來說 我不是給政府 我給那些國家總統 那些國家總統 就是跟著陪你 這個混蛋 不能說的 大佬 所以很多東西 這就是他們那些 不成熟的政治人物 一定有特赦 他說過往不夠了 就算了 馬英九應該要行使這個特赦令 做什麼 有什麼 中國在海外的投地 投地 是不是政府那邊去投資 我剛剛前天 昨天投了Fall 是呀 他們幾聰明的 第一他有錢 第二那個景是很美的 那邊啟燈 你投回來 蓋得來 有些人有錢 他買了一層樓 更加美一點 他又可以 香港人都很多有錢 又很喜歡買樓 如果他實用赤數賣 萬聳些什麼 十赤計都不是很貴 也不會虧本 有一個行的生意 那我自己一個要投 第二 因為在以前香港投地 很多分餅仔 即是說 因為你想想 香港投地 有多少人去投呢 就只有十幾二十間公司 頂了 是不是 他說如果一個集團 只有十幾二十間公司 就有權 可以全毛壓得你地價 我們香港有個某根姓趙 就是最喜歡吃餅仔的 他投地的時候 他去舉手 一舉手 旁邊去 不要舉了 預回你五百萬 是這樣的 知道嗎 所以他投了回來 預理五百萬 他去坐 他舉手 收五百萬 大哥 轉換去 是 是 是 大家不投 叫兩口戒 沒有人投 那就投了便宜地回來了 但是最近的樓價還在換 最近樓價有些拍得都不是那麼高 人家拍得到很便宜 在元朗那裡都拍得便宜 他拍到三千元尺AV而已 他今天是2800多 他今天看報紙 所以他衝到海外這次是很聰明的 還有他們建的樓的質素都OK的 他們以前的入一村又建很多 中海 他們建的質素OK的 還有中海那幫人我知道都很受批評 就是有這麼多商業公司 所以我在去年叫 早去年中 叫些人買去中國海外十五個多 到現在都沒有怎樣散來 你都賺錢的 因為如果在中國來說 這間公司更厲害 所有的領地都在手 好像國務院建設部下面的公司來的 但那幫人很有組織能力 和很受批評 因為當年他們做迪士尼是我給封信 因為現在不怕說 這些不是說很大件事 我給封信美國有關部門 我說你迪士尼 是美國投資的時候還沒回歸的 我們那些工程 你給香港一間工資公司做得好些 他們那些工具的人才都夠 那些錢要考慮可以給他們做 如果他們是落標的話 後來那個 律師尼的地基工程全部都在中國海外做的 所以後來中國海外那個董事長多謝我 我行政公民那裡還在做領事 不過我跟他美國有來往的 看下有第二個問題 這樣就關乎健康的問題 有些報告就說香港大部份人都是壓健康狀態的 這個是事實來的 有甚麼辦法解決 但我不明白他為何這麼遲才能做這個報告 你每天上班下班的時候 那些人吃那些食物都頑皮的 現在有很少人說做個飯盒 在家裏做完飯才上班 沒有很好的湯水喝 現在反而多了 做了快餐吃 那些食物就吃到 好了他又沒有定時檢查 你問香港人有多少個 說一年會照一次骨的 沒有 那就是了 就是考你們 你不要說不健康 你說健康要做些甚麼 每一年你去驗一次骨 沒有 你連骨都不驗 你整天都打電腦 做些時候工作 或者駕車 你的骨架正歪 那些歪很差 多壓健康問題 壓住了那些微型神經 中醫神經 在交緊神經 是吧 很多醫的 那些很難醫的 那些人不懂醫的 那些人不懂醫的 不是開玩笑的 我都說了 那些人很古怪的 你真的買一部手機 又要換一部新的東西 花幾千元又捨得 舊那部又不用了 換一架車又捨得 那架車每年保養幾萬元 所以你捨得 他只花過一兩萬元 一萬幾千元 自己去檢查身體 保養身體不捨得的 是不是很搞笑 所以叫抵死 講個操作 叫抵差死 不抵可憐 是吧 那還有一件事 當你沒有事 今天月不會想起 你便沒有警惡性 因為身體 人家應該是這樣 身體就是一個 漂亮的水晶玻璃杯 你千萬不能讓它有裂痕 一裂痕就修補不了 身體也是 你不能有破壞性出現 所以我經常叫那些朋友 你自己省些 買些漂亮的水給媽媽喝 你想她媽媽 她經常叫媽媽 有時痛又等等 五六十歲開始很多毛病 又沒有力 修身我們 我們看醫生是看不成的 你教她挑戰食物 找個醫生 她欠她甚麼維他命 你就配上它 補充它 不夠血液 或者不夠什麼 多數的女士 男士 都是這樣 那些鈣一定多數不夠流失了 那你今天喝水 你有時陪她去喝茶 一定會去曬太陽 教她練我們一些這樣的工法 那你省很多醫藥費 整個家人 那除了保持健康之外 再一樣要補充了 以前我教那個手指Yoga 和那個做腳趾Yoga 或者拍腳一起 有空去坐幾個去看電視 去看電視 你不是睡直在那裡 就算看電視 但是雙沙發 那些叫老人家自己怕直 都有效的 都有效一半 好過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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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直在那裡做 你一定是 效果很強 但有時候 她在那裡看電視 那時候 那你身上直就在那裡拍 都有效的 都有效的 如果這樣都不做 上帝幫不了你 我媽媽反而喜歡看電視 那時候拍 那時候拍 因為如果在床 她拍得多拍 就睡覺了 那個手指Yoga 就可能多做 那個手指Yoga 它做得好 如果有些人 有背病 有背部病 有背部病 有不通 她那個手指Yoga 會通回來 用手指 是的 通回來 你用24153來走 那個手指 24153來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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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神秘 如果她上年紀 做這個手指Yoga 會令到頭腦清醒 不會那麼容易有痴癌症 而且不會那麼容易有失憶症 這個絕對有效 頭退霸 防止頭退霸 很有幫助 很有幫助 那些女網友很關心一件事 是 怎樣減肥 減肥嗎 沒有問我 沒有問我 這件事 如果真是想收肚腩和身形了條的話 我們拍腳弓的兩個手放在後面 拍腳弓的兩個手放在後面 不是 深夕放在後面 深夕 放在後面 在哪個位置 深夕都不用 深夕放在地下 那你連這個拍腳弓 那個最快的效果 但如果它能夠有時間呼氣 就盡量呼到肚子想著貼著那隻骨 貼著那條腰骨 呼氣那一刻 呼氣那一刻 呼氣呼到盡量 貼著那條腰骨 這樣來拍腳 停一停 停幾個小時 這樣來拍腳 這個減肥最厲害的 很多人都為了飲食問題 如果這個功力練得好 如果每個人都告訴別人 那些簽體公司是很快下班的 快下班 一個月 多快見到客 一個月減十多磅 很濕碎 這麼緊 正常飲食 再加上了 正常飲食 正常飲食 當然你不要管 你現在要正常飲食 有些人的正常飲食 我今晚吃一個炸豬扒 下午又吃一個雞扒 都沒有 我怕根本化走你 如果你這樣亂化 你會變成千多二千下以上 千多二千下 一定化走 就是食物化走 手要放後面 放後面 伸直放後面 伸直放後面 一呼氣的時候 你不用下下呼氣 你不舒服就不要這樣 你一呼不氣 就貼緊尺骨的肚皮 貼緊尺骨 有一個新聞 我在網上有提到 網上有提到 他們這個都很惆悵的 就說但是反映了 中國的教育又是徹底失敗 我只知道做假的 他第一 沒有了那個人性 那個外戶生命的教育 你連殺個雞 有些人都不拿下槍刀 他為了 所以我們為何不跟大陸人來往呢 我沒有朋友 在大陸 認識的人多 我對一些人 不打開圖門 我認識你就算了 四個黑龍 不跟你來往 因為我看網上 就說他和他爸爸有私人恩怨這個中學生 他說我一定做一件事 令他們不開心的 他就扔了孫女 下去那個發燈池 那個屎桶就死了 即是他們那種這樣的教育 是徹底失敗在中國 因為他們在現在中國教育 說我們以前回去搞海閨灣放山 最早在北京我搞出來的 中國簡單黨第一次大放山 現在不是北京 接著我在深圳大放山 接著我早幾年還在海閨灣搞放山 就是給小朋友下去放山 就叫懂得愛惜生命 他們沒有的 他整個教育主要的主流思想就是 怎樣去維護共產黨的政權 是學立歸勤的 所有的人從小到老到亂都 無論你兩歲至六十九 你最重要是說要擁護共產黨 就有得混了 用這個方法 其他你全部可以殺的 所以自小他沒有了人性那種 那種測忍之心 還有他沒有了羞恥之心 你看香港現在大陸下來 現在搞了那些愛港力量 那些大陸會 那些什麼正身BB 那些網上叫做正身BB 那些東西 他們沒有想那個人性問題的 他為了有人給錢他 有依附和權貴 他完全不用分是非黑白的 所以以前我們為何不太同情在天安門 八九文文那幫人就是這個意思 他每個都去陷阱 三十元收 三十元一日一個月都有九百元 當你有四天不坐 你都有七百幾百百元 當中還有一百元的工資 大哥 所以周圍省市的人 湧來北京天安門坐在那裡 北京人很少死 那些白講問 那不是北京 外來的人來多 有三十元收 坐在那裡 誰付給 你慢慢去搜查就知道了 說你出人這些陷阱 就帶錢回去 因為有三十元派的人走 因為他那個教育就說 你埋我共產黨埠 進去做少先隊 做共青團 你一學就是 優質人物來的 屬於很多好處的 什麼都有你份的 就算你現在香港來埋我共產黨埠 我就委任你做一個區議員仔 委任你做什麼委員會委員 什麼委員啊 國慶也叫你蓄席 有些什麼領導人叫你做啦啦隊 那你拍張照片 光宗耀嫂 你明白嗎 那你就可以拿個官客去 那變成你屬於他的利益集團的份子 在那個利益集團之下 你如果有人傷害到他 他都可以陸親不認的嘛 所以有些人起個名字 文件名叫禮二年是起得沒有錯的 即是如果你的人和動物沒有分別 就說人和動物不同 人有羞恥之心 是嗎 動物沒有的 你在動物就知道了 通街搏東西的嘛 不只有一羞恥之心 哪裏有羞恥之心的 我們是本來 所以為何我們不跟大陸的人做朋友呢 即我不會跟你這麼低等的動物營人物做朋友 人非人的那一群 他以為人相 但他不是人 沒有了一個人性的嘛 基本沒錯 我怎麼跟他做朋友呢 我不是說他很厲害 但我有資格選擇的嘛 搞平日 你做了他會謀理的嘛 他會算你的嘛 他如果有利益 或者還有衝突 他就是陸親不認的了 我怎麼跟他做朋友呢 他都不知什麼朋友定義的嘛 你問大陸 總之黨有兩滴奶水給他喝呢 你又舉了手指 各指都舉了 有兩滴分 剛剛啊 所以是很大件事的嘛 悲劇來的 現在這個是很悲良的國情來的 在中國 你想一下 你為了賺兩元錢 整個國家傷害了嘛 百幾百呎的地底 倒了那些工廠的化學水啊 那些污水下去嘛 他可以避了給個環保好檢控的嘛 那你這樣的污水有化學水 落了那個地底和那些水混合 萬劫不復啦 大佬 整個社會 香港 死人的嘛 整個中國社會 落了那些東江水下來就死人了 你正是 我今天才教過網友啊 他們走來說人家介紹來買 買水喝我 他們說那些小孩喝了很重的味道 我們不要啊 你在新界住 你就走去旁邊村那邊 在山坑水就拿來 拿那邊去 拿他們這樣下去 教我們買那條水器啦 你就不用錢了 那你就每天 拿那些水給個小朋友一杯補充了些礦物質 就不要說要來煮飯啊 煮飯啊 放不起嘛 我這個這個 但你一定要避掉那些東江水的 還有你政府是無糧的嘛 現在最先進的海水化碳呢 是效率很高的 還有很迷你 你看新加坡做得很正的 你就在新加坡搬回來啦 那叫大陸做啦 那一套東西照抄啦 一定便宜的 你抄這些就抄到的 你照做 還有做幾個 那你就將那幾十億呢 不用找那個東江水費嘛 那就做了海水化碳你就收工啦 那就不用給人搞到這樣啦 現在我們看都很淒涼的 就是說你整班政府和這些叫做政軍 沒有好戲做得好出來嘛 應該做事他不做 那好啦 你香港人喝那些漂亮的水 你有那麼多病在家裡嗎 我醫療制度很緊張啊 因為他們實際上真的不合理 但我看見那些人真的很慘 因為我們的佛學呢 就說探病第一的那個做功德來講 醫人探病 贈的醫藥呢 是那個功德最大的 因為它是解決人的痛苦嘛 你明白嗎 你不快樂幫人測試嗎 沒有理由包你快樂的嘛 那你痛苦就糟糕嘛 所以我們幫人醫癌呢 鎮醫私藥呢 是一個很大的功德 那你政府應該去做的 那你為什麼不做呢 是吧 那下一節繼續 繼續有什麼問題 還有人呢 在網上就說 博士 你是這個出勝入環 為什麼呢 網上是有一個 有專欄 有專欄 很久了 很久了 那是一個很有文采的專欄作家 他是幫東方日報開檔的 另外他有成報的總編來 因為他那時候 他們整幫老人家很了解我的工作 等於我剛才說 我在文法中心二十幾年前講學 那時候是沒有髒口 就是穿西裝的嘛 那有些人就可以 現在你扮聖人 又可以的 扮君子的容易 你說你走去突然間 我真的讀神學 真的做牧師 或者我不做牧師做神學 或者你真的做和尚 要去山修道 那就學道了 那你都可以扮聖人的 扮聖人 因為你都很多聖人的 扮聖人是真的 你做到都可以做的 但是你能夠上到那個境界 好像我們講的 要降下來 一個社會是普通人多嘛 世俗人的思維 有幾多個聖人啊世界 那社會有幾多學者 七百萬人就了 那比如我們去到中國農村做事 那些真是文漫來的嘛 你要降低你自己的key 去講回那些農村的籠包 那些兄弟姊妹會聽的語言 是一個很深厚的學問來的 說我在國網台 大家好 客觀講 我說些話有沒有人說不明白呢 你說我可以講到很深也可以的 我真的可以講到很深的 一大堆理論 不是理論 我只講一粒兩句你都不明白的嘛 講理論你更加不明白 所以變成了韓公呢 他說這個人都挺有心的 不是說厲害的 可以將一些很高深學問 可以去到很普通的人都聽得明白 那你搞到那些人聽得不明白呢 你是失敗的嘛 你想啊 我們不是譚人啦 有個說什麼 正音那幫人 特別那個學問會 這個就是垃圾來的 我心目中 是吧 我現在都聽不懂 你聽不明白他講什麼的嘛 文字是要來達意的嘛 你講錯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是 有那個功力就對了 有客家話 有潮州話 有台山話 正他老母 正他與其心不正的白頭佬 是不是 這不是學棍來的嗎 那些學校呢 你可以搞來搞去 在那裡吹水 那學校那裡的確 現在都有需要靜一下音的 因為那些懶音懶得太厲害了 是聽不懂你說什麼的 你就是 pomissor 上課 變成pomissor 上課 變成pomissor 上課 你很簡單啊 你很簡單啊 鳳姐不會叫人 不要做什麼 不會做什麼 他不會聽我說 你喜歡賭錢的人 難賭呢 我教你賭錢 你喜歡姓六強 要追求女的 我教你真是在澳門 就不要搞到你的家庭 你有破壞性 如果你叫他不賭 不用一票 當然是二 這個世界又通解聖人 你叫得到嗎 你叫得到嗎 是我們這樣的人 能夠將在一個 這麼經常研究學問的東西 降下來 在一個世間很俗氣來講 就是多人對聽 你不對 那些人出來挑戰我 大家真的要開我講座 看看誰買票買得多錢 六百萬啊 大哥兩個小時已經講 一九九五年 那些人喜歡聽我說粗口 他會容易明白 是嗎 其實說真的 粗口有些我都不是很明白 那不是你笨 男人就明白 我摸著波流眼淚 你都不明白 那你真是笨 那我摸就摸 想不到 你摸著眼 幫他流眼淚 為何要流眼淚 是嗎 自己起不到快 就流眼淚 是吧 那你不可以見到馬洞 摸著波流眼淚 你當他起不到快 他剛剛不可以 流眼淚 你就搞錯 這個是一個好心的好心的行 多年在香港的文壇 寫一些三集底文章 叫做三蘇 即是高雄 已經死了 寫文章也是 要簡白二明的就是你的功力 但就算你看我 在網上回帖 我都沒有很趁聚 幾句就收工了 你問都很心無問題 所以我看到網友 我剛剛才鼓勵了一個網友 好像昨天 今天出帖的今天 因為他每次 我有些節目完了 他有一些感受 他越講越細微 現在看都會進步 這個值得一讚 年輕人我會說 起碼會肯學 他有很多報告 他看到出來 都不錯的 但當然不是說看了 很深入 但是看到那些人 在學習中 我就鼓勵他 小朋友 你繼續 我今天報告 怎樣上去呢 叫回應他 如果你繼續努力學 你就可以看到 登下黑的功夫 現在每個人都寫登下黑 張振宇就寫登下黑 以為那些人打拚頭 走上去做特首 很差 現在五間真是肉霸不能 共產黨當然用到你盡了 要搞多幾個壞東西 才送你下台 趁你病 拿你命 所以我說 我小朋友 如果你練到 能夠觀察力 看到登下黑 那你就要學做生意 學做生意 你就用個宗旨 就是要小奴多德 就是為目標的 就不是說要擴大到你那一盆生意 要大笨象 現在還揹著 身動不了 你吃了多少 做了多少 你多賺兩元前 你每天休息時間 都混蛋了 所以你上帝 叫你有安息日 是有理由的 一生人不可以在金錢裡打滾 又不可以在女生裡打滾 世界有很多 你不可以在酒色彩裡打滾 世界有很多學問 每一種學問 有一種趣味在那裡 那種天趣 是大自然的趣味來的 最少人懂得領悟的 比如說你去聽音樂 你現在不及過天賴之聲 是嗎 蒲山鷹與浙江潮 有幾何人懂得去看浙江看潮 就是在浙江住的 人們還未知被人 是嗎 你懂得欣賞潮水嗎 看浙江潮很難看的 你真的看得起 是不是得罪 沒有人見過 就是我 我現在沒有做 我回去做就被人罵了 你要看浙江潮水 你首先拿錢出來 訂一些很薄的金花 用黃金打的 金銀花 即是白菊花 那些菊花茶 金銀花 用金打的 用銀片打的 在那裡看潮水 那些潮水湧上來 接著灑下去 在潮水上面 哇 湧了金花銀花 大哥 很奢侈 搞一堆東西 一百幾十萬 大哥 真的要擺 那些潮水 那些潮水 離到岸邊 打到船上 你一灑出去 它那個潮一退 然後那些浪一上來 然後又灑下去 哇 整個海的浪花 有金有銀的 厲害嗎 有沒有人們這樣 氣派 經常說有錢 大哥 你懂得玩這套遊戲嗎 你說你懂得玩 有沒有人教你玩 才看潮水 你真是人看 你又看 很奢侈啊大哥 要花百幾萬而已 搞那些船 是不是 浪潮一起 將近起的時候 就灑一些金葉 銀葉 下去 金花銀葉 然後湧上來 萬天都是 厲害嗎 這些以前的大廠 是呀 豪氣的 這些很豪氣 這些 現在不夠 不是只有你有錢做 你有錢之人妒忌 你都死了 要那些貝勒王 親大臣 還要點些 那條牟尼給錢 不要自己給 有人給錢 為甚麼事 灑這些金花 或者捉 捉啊 太后呢 就來生日了 來那些何秀邦 這樣呢 有個藉口才好搞 全部被人砍 殺了被人砍 你休息 不要亂來 但是你都不懂這個遊戲的 有沒有甚麼款 哦 實不實力 以前的人 敗家敗得 很有功架的 就是 打這個彈弓 都可以用金來做彈弓 所以說 你一個人 你不是在做戲 等於現在你的官員 梁振英之流 搞什麼 搞家在香港 你都沒有住劏房 家在香港 你叫陳六波搞 你都沒有收工 麻煩你 沒有搞不搞 住劏房 住龍屋 是不是 怎樣家在香港呢 你自己在香港的單 有幾多個人在家在香港 開心的 你告訴我 猛啊 他起口號都衰過人 你問他就站在那裡 家在香港哪個區 心理部區 天水圍區 那你收你工 我家在心理部龍屋 你怎麼還叫我要笑 家在香港 你有沒有 這群殘神來的 他就告訴你 好學不學買共產黨 你這樣問回商人 日夜講大話 共產黨 又知道講大話 他們不講大話 會死的那群人 他不講大話 怕我政權塌 就迫著要講大話 日夜講大話 我跟中宣部公道友 可能罵這些人很可憐的 我 喂 真的沒有人試過 中宣部大會大禮堂 我問你會不會搞這些東西呢 連搞幾百億那些愛國教育經費 搞猜員 那一個個就是愛外國的 不是愛中國的 那叫做混蛋 徹底失敗 罵過的 有些人在中宣部上網 他說這個人哪來的 這麼差寸 在我們黨部罵人 爛到飛起 敬酒也罵 我在四川開會 陳鴻跟著我 我敬什麼叉酒 敬一次就行了 你不要敬來敬去 吵犬厲害吃三飯 在身邊蹲蹲轉 你試著爛到頭蹲蹲 我不喜歡這套東西的 我想不給你面子 是嗎 我想不給你面子 對不對 你說什麼 我想不給你面子 你妨礙著阿sir吃飯 走來走去 大陸很流行 敬來敬去 不要說你這樣 貪真湯 那種湯 不然就是你真面目打出來 打一把 如果上帝批准 我可以打一把 打一把那些 不要說髒話 是不是 整個廉政公署 是香港的埃坑來的 給你那些垃圾 你看他星人上 你看報紙的樣子 你說 選雞蟲冠軍 他說不用審 實選這個 吵架 吃肉過度 整個樣子 吵架 貓有食禮哥 這個人 你給他輸到什麼 你都可以了 十萬搏你五千元 你怎麼說 湯顯明一定有食禮哥 我懷疑他 告訴你 你不要射我 那樣子就是人形 人來的 開會戴上女兒 你有女兒嗎 戴上女兒 他傻傻的 講個故事 現在 六十年代 有姓羅的高級幫板 兩兄弟做幫板 不可以拿什麼差的名字 那時候 六十年代 左托就托到我們 我們的兄弟 賤他那晚做私階 由兩粒半的幫板 升私階 最難的 等於你沙展做什麼宅 也是難的 那時候他是兩粒半高級幫板 想做私階 做三粒花總幫 左托人又搭路 給我花錢 花了給我老友 好 那就約了 待會吃飯 見老闆 即是未見博之前 你有沒有帶來 八婆你 不佳山 搭老婆來 那聲肥婆 不合手 整台人不敢說話 整幫馬佬 你打算搭路 升官的 你有沒有帶個八婆來 那個人沒話說 他那筆錢 那晚就花得冤枉 那晚 根本吃了很多錢 第二是被老友罵到混蛋 那些人家餐 只是你老婆嗎 人家過都不帶 你就帶老婆來 你有沒有替死 整個八婆坐著 沒有人說話 男人只是坐著 有很多東西說 又說賭賣 又說溝女 又說劇水 整個八婆來 你有沒有獨眼睹鼻 那個人沒有笑容 吃飯就走了 還想升官 你不要整輩不去死 他就說摩星級 告訴你 當年 兩兄弟的姓羅 忘記有多多差 他跟我勾結很熟 那現在廉署搞單 有什麼寄出來 那你說白允龍 有沒有本事 收拾爛蚊子 在一些行政手段 他做到的 但首先你要了解廉政那一檔架 當年他們是軍情處的人來策劃設計的 所以那種設計很多人都不明白 就算港督都沒有權 叫他們告誰不告誰 市民反而有權的 你不要搞錯 港督沒有權叫人告這個 告那個 市民有權了 只要你隨便製作一封投訴訊去 他就開了快樂 你便有權 好了他開完快樂之後 你ICCC的處長又沒有權的 所以他英國人呢 人家多年設計到水事不通 所以你回歸後 你ICCC的處長都不可以知道下面查什麼 因為他是一個情報機構的設計來的 就是說隔壁房 每一組人都不知道你在做什麼的 比如說我叫你 你給我拿一張透明紙來 叫阿方仔 你拿一張白紙來 他把那包煙仔都分散了 叫他做事的 你不知道你為什麼事做那樣東西的 來到我手裡我合起來 我就知道他做什麼 所以他那個ICCC的部門 他是英國情報局設計出來 用那些情治單位 即是那些特工單位的手段來設計這套東西 他第一他保持他的效率 第二他防止那些人作弊 所以你隔壁房 不知道各有各人做什麼 不可以的不准問的 你是犯好內部的規矩的 問都不可以的 那些照片怎麼樣 那你都不可以的 你是不是有這樣的事情 你又不可以的 所以他設計到 連你的人被廉政公署調查了 call你上飲咖啡之後 都要不讓你告訴別人 你是被廉政公署調查的 那就是告你的 所以現在你白眼那些人坐上去做 就是為你處理一些行政事 定一些規矩OK 但所有任何案情你是不能問的 查到哪個階段 或者要告誰不告誰人 他要給council 最後起訴就是律政署 律政署就有人決定這件案子讀了 我不可以夠不夠了去呢 反正你白眼六 他可以執翻證 行政規矩他做到的 但你叫他干預那個 在那個實際的結構操作 因為他的架構設計 他都沒有權問的 沒有權鬥的 全部的權力在那個執行處那裡 就是那個調查簿分了貨 如果他們分貨分了貨 隔壁不准問貨 大家又不要去談 很多規矩都很嚴格 但當然我們希望白先生有個精神 就說他有case 你就讓他自動問作 但他的現象就是影響了什麼呢 影響了那些全身不良 包括大陸的官員 就是他經常有些陰謀論 哇英國人留下當事 不怪不得不知道有什麼陰謀 怎麼樣 我們沒辦法想干涉到他 知道多些東西 我們知道不到的 他不明白這當事 最好沒有人知道 總之他行正制度來做 你社會一定是乾淨的 他們經常懷疑人家是陰謀的 他不知道人家是一個健康的組織 就是沒有人干預到的 說明是很獨立的 我那個解釋師 他維持他的獨立性 他設計了這件事 他不是做陰謀的 但共產黨下面都應該發聲討共 阻止 那就是萬港陰謀論 英國留下的東西 一定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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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正常的 因為中國文化是這些文化最混淆的 就算你當年那些教會來中國 那些天宗教案 你都不相信人家真的會收留你的孤兒子 是保護他去養他的 曾國凡都被他們害死 曾國凡是天宗教案 被那些國民說他是漢奸 說他幫外國人說話 等於我們回中國 你都沒有人相信我們會這麼兇費大 二十多年在農村搞事 當然有好處 當然有利用數 不知不知道農村養了幾隻雞 真的是雞 不是女人的雞 當然是用那些農場養個雞場 生意都做 他們個個都這樣想 因為他自己不做好事 就當人家做好事都會混蛋 都不相信 那些事這件事呢 白先生他不干擾就可以了 即是你會正常運作 英國人這套東西放下來 我們很公正地說 英國人他不是說特意有某個 他有陰謀他不是搞在這裡 英國人陰謀當然多了 搞個醫管播 整多幾間大學 整了你的教育制度 你現在就中招了 搞到你了 連中國歷史都說不教的 是嗎 是嗎 這些是回歸前才搞的 就是 你又可以修正的 那個教育制度 他不是英國人 他不是搞到現在 你那些這樣的殘神 還要幫他幫他 搞到那些年輕人讀書 他不用讀中國歷史 那樣是混蛋 但是他在街市那套東西 他不是搞陰謀的 你要分清楚哪些是陰謀 哪些不是 哪些是炸彈 哪些不是 你不要亂拆不拆打 你拆掉阿斯基斯那些東西 你就遲早在香港做乞丐 治公司有人投訴 你就要拿正來做 他有很多制度是去制衡到的 他設計很精密的 他有一些委員會分開了 說有調查委員會 看看這些case做到什麼程序 有的 他防疫貪育委員會 他是有的 怎樣去加強社會的廉政的意識 他有的 就是每一件都獨立了 就不讓你拔醒的 師弟那套東西 所以他們 一給你有醒 是啊 他們獨立是挺好的 如果比如說你白銀瀑先生 你做到這個位 你也沒有需要 怕前怕下 你看你幾大的官 那你很簡單的 我講 響應習近平先生 依法治國 打擊貪腐 那你就加強那個廉政建設 又再來一波就清場 扔幾個人落和 是吧 如果要清除黑衣針 貪腐針 人權夠料 他就掃去上坡 就等他老爺判 是不是 沒有壞的 是不是 最後一個問題 問了輕鬆一點的問題 博士 你提過 有種美食 是香港的食家都沒有吃過的 不是我提過 是有人問我 有人問你 大哥 不是美食的時候 我搞了一些 就是說 現在都還有效的 有效 我現在說買些 油水紅三魚 很久了 搞了三年都沒買到 現在繼續有效 如果有朋友 老朋友聽到 油水紅三魚 五千一斤 給我買五斤回來 總之你來到我的酒家 還在動就行了 我只是拍張照片 我做一個菜 叫做生死戀 油水紅三魚 就蒸那個紅三魚的鹹魚 是吧 但是蒸之前呢 我又要游水的 這個呢 都幾垃圾 到現在沒有人搞到的 有個人問 就那天說 現在香港那麼差 多食家 有些什麼他沒吃過 那種東西他們是珍貴的 真是叫做很名貴的食物 他們沒吃過的 我當然多了 剛才說那些金花能葉 那些都不認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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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他有什麼沒吃過 問我的 喂喂 你知道那麼多的 那些沒理頭的 他們那麼差多食家 每個都扮食家 是不是真的食家 我吃過了沒有 他吃了多少東西 他吃了多少東西 他們沒吃過的 那我講過 有些人說 喂 你講來給別人聽一下 那今晚講給大家聽 你知道最貴的是什麼 吃東西 吃東西 是啊 最貴的東西 在你心目中常識 哪種食物最貴 如果你帶個菜 在酒家做個菜 你給我點個什麼菜 你知道什麼最貴嗎 你一向 供應中菜 就天狗次 那些都是鮑魚 兩口網包 那些都切到鎮 你用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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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都很貴 那樣東西現在發禁 以前就賬 那些都是貴的 那些都是貴的 我說的 我們現在搞的食物 普通人是吃不到的 我看過故宮裡頭有個食單 就有這個清湯苦單 那些是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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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不講 那些是貴的 你先聽聽 最貴的是吃焗和花醬 現在你一百萬都搞不定 焗和花醬 小朋友 我吃了很多肉 你的垃圾 你都不會弄 我們要用和花醬 為什麼這麼難弄 現在我相信你一百萬做不到 因為你很多文明國家不做得 你坐飛機去拜賣攀任司去 首先呢 你用一隻生的駱駝殺了 洗乾淨 你殺之前 你掘了一個地盤 一個大的坑 就要放駱駝進去 我知道 我講過了 那時候我提過 我開始告訴那些人 好了 跟著呢 就拖 洗乾淨的駱駝 拖了肚 洗了內臟出來 再拖一隻羊 又拖乾淨 洗乾淨 洗乾淨 把羊放在駱駝的肚裏面 跟著 找一隻雞 漂亮的雞 又拖乾淨 洗乾淨 畫了腸臟 又放在羊的肚裏面 我說雞之外呢 又找一隻漂亮的白鴿 又拖乾淨 洗乾淨 撕開肚子 又放在雞裏面 最後呢 然後弄了一些鑼花鳥仔 洗乾淨 然後作一隻 放在雞的肚裏面 放一隻或兩隻 頂上 然後聯合駱駝的肚 用一隻穿緊它 那個坑白大了一隻 駱駝就掉在坑裡 然後找一些特殊的火石 首先起了火燒到那些石頭紅了 然後把石頭推到坑裡 然後埋了在那裡 蓋住那些火石 焗住它 焗到熟了之後 才吃那隻鵝沙雀 這樣搞法 你叫做賣家 不是賣家 是這樣做的 你有空上網搜尋 羅馬那時候已經有 很冷門的 在當年 沒有人打到去北引渡 在北引渡的時候 就做過這樣的鵝沖燕 貴禄布加獨火花鳥 焗火花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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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焗火花鳥 它不是焗火花鳥 羅馬那邊沒有 那時候你就是做焗火花鳥 焗火花鳥 最貴的 最名貴的 現在你做了 全世界有什麼 愛護動物 什麼什麼 你不用搞 你真是被人追 所以你要 要有很多錢 要有地方 一百萬都搞不定 你帶廚師去坐飛機坐去 去搞餐這樣的東西 都沒有 這是最貴的食物 是世間少的 有些人聽我沒聽過 歷史上有 問題就問了 那就介紹一下這隻碟 這個碟很簡單 這個碟是代表了 我當年在中國推銷的 現在開始工作 就是中國人那個 拜天地 天公此福 祖先 一個碟就搞定了 改了一個軍字叫做天地國親絲 你擺在這裏 擺一碟水果就可以 不擺水果就可以 擺個錢箱 每天擺錢 就是你神子派 不用擺什麼 不用擺什麼 不用擺神堪不用食 天地代表你尊敬大自然環保 敬愛國家 敬愛親人 過去先人或者現在的先人 親友敬愛 敬愛老師 老師也包括一本書的作者 但是任何一世間 教這些常識的都是靈老師 在那個環節 這樣就代表了 不用天空之荒 不用門官土地 不用臣子派 什麼都不用 所以這個是最環保的 因為在中國你不給那些東西 你去拜是不行的 那些人睡不著的 那你要改良一點 就比較優質一點的 這個是我設計的 有些人喜歡要的 你可以上網 可以訂個電郵給個秘書 因為你要訂做 它不貴 二千多元而已 那個金字就是生老事成 那就是到了金的 我講些好人好事 那就是好人好事 他說習近平先生去出訪南美洲 很聰明 這個是好事來的 因為美國佬這幫人 整個佼佼鎮 就說想圍堵中國 但他聰明 他不下古巴 因為當年蘇聯就下古巴 那時候卡斯特洛他們一搞事 搞到有危機 那時候有個大戰危機 金蘭籍做總統那時候 但他們現在很聰明 他們這次 他又不下巴西 又不下委內瑞拉 因為美國他最頭暑地 就是委內瑞拉和巴西攜修 在南美洲國家 他下墨西哥 不是下中美洲幾個國家仔 有一個哥斯特尼加 那這些中美洲幾個家仔 就沒有什麼 對美國來講 沒有威脅的 政治沒有敏感的 因為他也有一個警告 美國佬你不要搞那麼差很多事情 你搞我又擴大 你搞我又搞 你不搞我又不搞 就是制衡回美國 你不要在我們中國的南方 周圍又不南 又是激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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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是聰明的 這個是 所以我在幾集之前 我提過為 現在中國外交部 由習近平先生 上場 中國外交部 是有水平的 有水平的 有水平的 就是說很多事情都心思熟慮 就算墨西哥今天電視播出來的講話 就是講得很忠狠 講得非常忠狠 亦都很令人感覺是很有善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看到國家的進步 起碼你都有一班人去想些事 不要想錯了 你去賣好藥都要懂賣的 等於現在如果你不是懂賣藥 就像香港那些土共左仔 或者那些投機分子 走來賣你愛國藥都會死 為何賣藥黨 你怎麼搞搞搞到香港人提起 說愛國都生氣的 年輕人又生氣的 那就是失敗了 所以我們希望你香港做政治的人 現在你要回頭 要跟這個習近平新的政權的領導人去學習 就是別人出… 別人出… 別人每一件事出街都有自有眼的 就是很有心去鋪排過 包括講話的 有什麼例子都是 就不是說你香港這些梁振英之流 那些投機分子 都隨行說當被及的 就是看到的 這個是我們值得跟賞和讚賞的 就是這次去習近平才出火難備 成功的 今晚節目 謝謝 下次繼續 下次繼續